美國媒體AXIO於週三率先披露 美國司法部已下令美國星島日報註冊為外國代理人 報導稱美國司法部已判定星島日報美國分部的做法 已符合了外國影響活動的條件 星島日報則聲稱其在香港的母公司歸私人所有 而且不受中國共產黨的控制或影響 星島在美國營運的業務包括紐約、洛杉磯、舊金山的報紙 和位於加州柏林格武的一間電台 其在美國報導的內容有超過一半是從中國深圳一家 名叫Star Production的公司購買而來 根據響認政治中心的統計2016年到2020年 中國當局的外國代理支出從1000萬美元左右 飆升至將近6400萬美元 主要用於宣傳活動 在國際上 最後一半是因為 主要用於宣傳活動 主要用於宣傳活動 中國的陰性